这个球就是丁宁标志性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在大赛当中特别容易使人出现高潮 就出现特别转机或者提气的那一刹那 这个球过过来了 因为你看这种球它可以说一分顶十分用 它赢了以后它人整个气 它特别气人 你感觉到你高球打不错它 其实从这一分虽然是放高去赢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从深层次的去看待丁宁 就是说说明它这个运动员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它不太轻易去丢一分球的 什么球打它就去救去 这它日常它就这么一个性格 所以它就能够产生这个奇迹 所以它能够像有的人就是一看不行了 对放弃这么久哎呀再我再来我怕其他来赢 对吧那它始终不放弃 这丁宁最优秀的 这是它的优点 优秀的品质 正手拉第二板拉斜线 李小霞发力 转弓 给住中间 斜线 还是给正手 哦漂亮 这个球最后一板 丁宁变的时候 如果是塞到直线的话 塞得给李小霞的反手 我们看到李小霞现在那整个想法 整个重心全压在正手 如果这球能给到直线 那么丁宁呢 又有了新的起色 其实这一带运动员自从湾南和张亿林他们退以后 现在小霞也好 丁宁 刘思文 郭炎 他们几个运动员应该说 我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讲 他们应该超越了王南和张亿林的 他们从技术层面讲 那他们就是在经验稳定性大赛这种上面 还是有差距的 好的 救起来 我来思议 公司由林全起来 进来 李小霞在这局当中是9比5领先 虽然是9比5领先 但是感觉就是他整个人在场上这种积极主动性 包括球胜的欲望决赛的那种气质 现在还是没有能够展现出来 特别是在看小霞第五分输入的一些球 马上人感觉这个气是往下泄的 不是在自己给自己在提气在鼓劲 这真正是比较成熟的运动员 老道的运动员 你从现场他的表情是看不到他的表情的 李小霞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 获得了世界杯女子单打的冠军 丁宁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以前是从没有参加过这项赛事 像李小霞翻回局 在前三局就打成了2比1 Heather 从上一句来讲 小霞的正手 但比前面他加强的进攻 尤其是拉直线 得问是比较多的 但今天从整体讲 他的反手 他的能力没有看出来 因为小霞反手能力也是很强的 因为他能够搏能够撕 甚至能够发力拉 对在这局当中稍稍好一些 稍好一些 因为他现在医药医药一定要敢于发力的 因为他的风格就是这种带动凶狠的 力量性 你如果说你始终是为了又游又不敢发力 又想对付你是很难的 只是说你合理的处理好 该发力一定要发力 你只有发力那对方才怕 好球 好 那李小霞呢在第一分我们看到他表现还是一本为主 给住定名的反手位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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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李小霞这个反手啊 他没有这种顺势的撕他的斜线 对不对 因为他是左手嘛 你看丁丁有撕他的斜线 他没有撕丁丁的正手那个斜线 对 李小霞他把这个注意力 更多的放在保护正手位 对保护正手位 他想用正手拉 所以他站位一直是平的 准备 丁丁反拉 很好 乌酸 很简单 强盖 脂皮 她们 太太太 太太 磨额 底面 是 大约 大约 你看他这个弱点啊还是比较死 你发现没有 始终定灵在刁动他 他没有去刁动定灵去 都是给他定灵反手位比较多一些 对你看他只要能够变过去 再回来他就好一些 那现在定灵的问题 黄警局您可以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定灵 他反手用火 对其实定灵他侧身的这个正手的抢拉 在很多的关键时刻他还是会用 现在我们看到他还是反手使用的比较多 反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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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局 比奥侠逐渐的拉开比分 打成6比2 前三局是丁宁2比1顶先 丁宁现在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以前啊都是发下蹲球 现在加了这个正手发球之后 下蹲很少发 特别是在跟自己 特别熟悉的对手打的时候 他现在下蹲 主要是在关键时候发一下了 做一个配合变化 好的 这板球李小霞在反手 很久没看到他这个反手一板 这个快撕斜线 反手发力积极主动的球了 但是发力完之后 第二板他没有衔接上 第二板在调回对方反手的时候出界了 现在打成6比4 李小霞还领先2分 6比5 这次的比赛的球台是红双喜提给不对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地胶都是红颜色的 但最近奥运会呃国际平年刚刚规定 在奥运会的时候地胶将变成蓝颜色的蓝颜色 是一件信奉的一件幸运短袖 在露特丹决赛的时候 对露特丹决赛穿了这件李宁的绿色的短袖 其实和自己的队友打这样一个重大比赛的决赛 我相信很多运动员都有很深的这个印象和理解 就是感觉好像遭遇了一次生死考验一样 在你这个一生当中啊都是会有很深的记忆 对刻苦迷心的 对 那么在决赛打完之后 我想像这样的世界杯 这两位选手不管是谁赢谁输 都会最起码是上半夜 是吧都会这个有一个不眠之夜吧 决赛打完之后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证棒 不管是前面的6比2 5比2 还是到现在